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2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今天的主题是 实作教学与答疑 还有总论 我们现在就请张医师开始 张医师 时间过得很快 这个平台从去年一夜 到现在刚好一年 一年来 这个平台深受大家的喜爱 从刚开始人数寥寥无几 然后到经过一年之后 也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平台 然后也有很多人回想 包括提出一些问题或分享 然后人数也慢慢增多 这是可喜可贺 也可以看出这个平台 所有幕后人员的用心 那大家也可以真正利用到这个平台 来懂原始点 这一个医学 但比较遗憾的是 在传播的过程中 还是有一些 去年还是有一些乱象 譬如有一些地方 他们会把原始点以前的影片 作为宣传 那因为原始点的资料 不断的在更新 所以很早我就讲过 尽量不要再看过去的资料 那新的资料 去年应该是 为了出版这一本新书 所以几乎每一天都埋首在这个修改上 那再经过一两年 也就是从上一次十六版 印出来之后 也有差不多将近一两年 都没有新书了 那这一段过程中 都在把原始点的整个医学体系完善 那希望写出来能够让大家 很容易的看明白 那用词潜质也尽量通俗化 让一些没有医学背景 从中应该可以体会到原始点 医学 甚至如果物性高一点 还可以把中西医 这些医学一起作为比较 来了解医学的整个发展 然后他们的彼此间的优劣 那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除了看书还有看视频 他就健康方面 他慢慢就会可以有自己的一些判定 甚至有一些简单的病情 他自己用一用就可以好 那原始点是鼓励大家 就是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自救 而不是生病了就依赖别人 甚至依赖诊所医院 只要大家懂原始点之后 观念清晰了 我刚刚讲的一些简单的病症 有时候按推温敏就好了 那有一些甚至只有饮食的改变或加强运动 那让我们的抵抗力 治愈力增强 那很多病尤其体伤方面 也可以自行修复 这样很容易就可以达到 我们恢复健康 然后甚至还可以延缓衰老 那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那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 书本最近也出书了 我相信有一些人已经拿到 但在推广的过程中 还是很遗憾的 这个这一本新书是我 几乎用尽全心全力 然后前后从2006年到2021年 期间有15年都在写这一本书 那好不容易写完了 我这里也有讲 这本书是我的心血 所以它有著作前的 不应该被翻译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尊重这个作者的智慧财产 而不应该去道路 而且我们书本上也有讲 书本有著作前 所以翻印必就 类似这样的话 所以如果你是学原始点的人 我是希望一定要守法 不要把这一本书拿来印 不管你卖多少钱 反正倒印就是倒印 而且这个平台我们也提供了 这个新书的申请 只要大家有耐心一点 因为最近申请的人也比较多 在印制还有运送方面都会有所耽搁 那大家只要有耐心 也希望上课的人如果有需要 直接跟各单位去联系 一定是以官方为主 如果不是官方发布的 甚至有人拿去倒印 我也希望大家能抵制他们 这种非法是不应该鼓励的 而且根本就是私心 既然官方而且都有正常管道 为什么还要倒印呢 这个是毫无道理 不管它的任何理由是什么 都不可取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来抵制 不要去买倒印的书 那另外原始点 所有的内容在这个平台上 因为经过一年大家也有一些回馈 比如说他们有问题也懂得来发问 那现在有了这一本书 我希望大家要发问之前 也可以把书的内容先看一遍 然后我们去年录制的这些影片 也多复习 我相信很多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 那原始点这个平台也不只是理论上 或讲解上 它还有在实作上 尤其未来我相信 这个平台还会加强 包括修法 还有实作经验 让大家在学习上 从理到实际操作 都可以做到很圆满 那这样自己不但可以得到健康 甚至如果还可以帮助自己家人 迫及到整个社会 让这个社会更加祥和 那原始点都是以公益的形式 来推广 希望大家能善用这个平台 那新的一年开始 我也祝大家元旦快乐 谢谢各位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来 再谈一些 因为新一年的开始 我们有一些新的措施 那请Lily来念一下 原始点APP即将上线 为了方便大家学习 基金会委托专业人员 制作了APP 分为繁体版 简体版和英文版 分别对应台湾基金会网站 中国大陆官网 及美国基金会官网 元旦前已提交申请 预计元月十日后可下载使用 小额通直播平台 停用公告 现在作用的中国大陆 小额通直播平台 即将到期 元月九日 下周日最后一次使用 以后每周日 线上课程 将直接发布在 原始点APP 大陆学员请登陆 原始点简体版APP 观看 原始点一书新书 正在发放中 因为发放工作繁重 所以发放速度比较缓慢 请大家耐心等待 2022年1月2日 实作教学与答疑 实作教学 1.乳癌 口肝舌灶 现在感觉 口肝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有口水了 对不对 好 你这里不解开 一直会口肝 你就一直想喝水 事实上水又对你太多又不行 所以这个是体伤 引起的症的不适感 一定要从这里解症 再来一次 对我刚刚不敢按力 我要慢慢深沉 你口水就会多 一点点慢慢帮你按进去 因为它重病 不能太大力按 一定要很有耐心 无浅入深 我现在是一层一层 帮你按进去 我还没有按到深沉 你现在感觉口肝 有没有比较缓解 有口水 有口水 好我在最后再帮你按一次 好痛喔 这里 好忍一下喔 现在口水是不是更多了 对喔 我在最后帮你解决真骨 我现在在处理它的真骨 用前头发 然后脖子 也是用前头发 这里脖子会不会痛 有痛喔 有痛喔 那这个也有问题 随便帮你解决 好 那这个按完 我们舒缓 用指腹 三个指腹 把它顶上来 这样 我用三根指腹进去 然后靠在脖子的旁边 我们的筋 有没有 它事实上这两支 用力比较深 那面积又大 所以如果没有按开 你肋炎是进不去 然后越温敷 它越口干舌燥 就是不能解症 所以以后遇到这种问题 就是直接解症再讲 然后花一点时间 因为重病你不可能 解症一下子 用到很深的力量 然后它又不能趴 那所以它的手法不能用 我们一般常用的 你现在嘴巴感觉怎么样 口水动 口水多了 不会口渴了对不对 可以吞了 那这里塞温敷热源 就可以进去 这里下面放个红豆袋 那昨天处理完 你感觉有改善 那现在就是今天 还有口干口苦 那我问你 现在的口干口苦 跟昨天比较起来 程度是不是有减轻 有 有 有湿润 有湿润 昨天完全没有嘛 我看你很干燥 那表示还是有效 等于昨天按完到现在 它虽然有口干口苦 但是比昨天完全口干没有口水 是好很多嘛 从这一点来讲 对 要按整股下来 这样 顶进来 然后这个头 这样做一个交叉 然后你看手就可以变得很柔软 对 一定要这样 然后这样 这样 你可以随着你进去 好 那到深层 就这样 顶进去 这里很痛是吗 对 那这样手腕就变得很明火 這是仰躺的最好的方法 我試過很多 一般還有一種手法 就是這樣 用這兩根指頭頂 但這樣頂不進去 這個變一般的舒緩 所以一定是前頭髮 這樣 慢慢卡進去 這個頭就這樣被我這樣頂 頂進去 但我下來這樣有沒有 這樣 我是用手腕 手腕在做 所以它這樣就好像在撥筋 簡單講 然後會很舒服 然後脖子也是 我在示範脖子 這樣下來 這個就是脖子 整個就緊貼著 這樣很舒服對不對 這樣面積又大 那這種是重病患者在用 就是它很虛 肉比較少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直接頂進去 這樣 這個手法我認為是仰躺最好的方法 來 你看 手頂著 然後下來轉 這樣 其實是手腕在轉 這樣轉很柔 因為是手腕 我不出力的 只要用力就不對 所以我說重病就是要學那個柔軸 要不然很難處理 這個手可以這樣把它固定 然後有一點這樣 你看 你兩個這樣可以轉得更粗 有沒有 昨天我幫你按完 你那個口跟舌照 我們就有口水了 那到今天你又感覺口稍微乾乾 口有一點苦 好 那剛剛我們志工幫你做完之後 你那個口肝跟口骨現在還在嗎 沒有 已經都解決了 口骨也沒有了 好 那表示這裡他都會幫你完全解症 請老師補充說明 好 這個患者他情況其實是蠻嚴重 我判定是應該命危的 那他是以前就有內風式性關節炎 體質也蠻寒的 然後去年 去年突然間乳房就腫快爆裂 然後開始爛 發臭 然後面積還蠻大 那也欠告患者說一定要專心調理 但患者因為還是要生活 所以他必須要去工作 那工作來到基金會其實他都很累 有時候提東西我看走路都不穩 提東西也拿不動 所以體力應該算急需了 那來基金會 基金會的志工 都會很用心幫他處理 有時候都要花一兩個小時 差不多處理一個患者就要花兩個小時 因為他全身都不舒服 還要幫他全身塗薑粉泥 那這一個影片是前不久拍的 就是患者 雖然也有按推 也有溫膚 他處理包括乳癌那個傷口 但他那一天突然已經感 應該也不是突然 已經有一段時間都覺得口乾舌燥 那一天特別嚴重 嘴巴連一點點口水都沒有 然後他那一天一直喝姜湯 他喝了很多還是不能解渴 那我跟他講 這個是頭部體傷引起的 那因為患者身體很虛 又不能趴著坐 所以當然也可以側躺 但他躺下來是最舒服的 所以我就以患者最舒服的姿勢 來幫他做 那仰躺按推頭部原始點 主要是用食指弓去按推耳後 量側 那這樣按完差不多 慢慢按 按了差不多十幾分鐘 他本來口中很乾 沒有口水 就慢慢 嘴巴就有口水出來 然後再經過 按整骨下沿 還有脖子 這些都幫他按鬆了 然後最主要還是頭部原始點 耳後那兩點 按完之後 他口乾舌燥口水 口水有了 口乾舌燥也改善 當天就改善 然後繼續就溫敷 然後也處理其他的 包括他前身痠痛 還有塗薑粉 這些 所以那一天時間也花蠻長 那隔一天他再來 他再來的時候 剛剛視頻大家也看到 就是患者 嘴巴已經有口水了 只是還有一點口乾跟口苦 那第二次再做完之後 他口乾口苦也不見了 也簡單的講就是 嘴巴那個口乾舌燥 一直想喝水的現象 就完全解除了 這一個患者 為什麼我指得 這樣來講解 也讓大家了解 第一個 我看很多 到了重病 已經命危 顯象命危的時候 他們常常表現出來的 也是好像中醫講的 一派熱象 那這些熱象症狀 最容易讓醫師 物以為是熱性體質 而開含良藥 你看他 如果這個沒有原始點 如果我還是當中醫師的話 你看當我給他喝姜湯 給他喝水 他還是口乾舌燥 甚至我都會想開含良藥 如果我沒有原始點的話 以前啦 我都覺得 這個明明就是熱性體質 但很明顯 有了原始點我已經很清楚 因為原始點從來沒有冰敷過 按推完就溫敷嘛 這個大家也清楚 所以一針二揪三用藥 如果照中醫來講 你看外治法 針就是像我們的按推 那外治法就是溫敷嘛 一樣的道理 那當然三用藥 三用藥也應該是熱源 而不是含 還有一個熱性體質開含良藥 那就沒有問題到了藥 很多中醫師就開始誤以為 這種口乾舌燥 一直想喝水 然後又飲不解渴 一定就是有火氣 這個是千古之謎啊 但是為什麼原始點講了那麼久 那很多中醫師還是會有這樣的疑惑 第一個我的感受 手法可能會有問題 像今天就舉這一個患者來講 他已經到命尾 身體已經很虛了 那走路有時候都會搖搖晃晃 那前身都是病 包括手也有水腫 在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你看他都有水腫 然後又口乾舌燥 裡面水那麼多 怎麼會是算是熱性體質呢 那這些水又沒辦法化掉 那如果在中醫講 這個可能都是熱加上濕 那你用溺水的也不能解症 因為他真正的 剛剛大家也看到 他真正的口乾舌燥 飲不解渴 不是他體質很熱 而是他根本就是頭部有體傷 這也是原始點 打破了這個醫學的僵局 然後從石桌上去領悟的 但如果像這種重病患者 你用一般的手法按推幾下 就想解症那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我光按這一個患者 就按了15分鐘到20分鐘 那十幾分鐘後他才 嘴巴本來口乾 嘴巴黏一點水都沒有 那事實上已經喝了很多水 那他又有水腫 手有水腫 那所以我建議不要再喝了 直接從頭部解症 那這樣慢慢的頭部按了 耳後這兩點我就按了差不多 十幾分鐘 因為這個影片還是有稍作剪接 剪接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重病處理 你要把口乾舌燥解症 一定要很耐心 但一般我一般的志工要做出來 確實有一點困難 那也是因為志工有困難 或學原始點的 醫師也不懂 所以他 確實就有熱性體質 我是這麼想 是不是這樣誤解 但在我一路這樣做 我是很篤定 沒有所謂熱性體質 像這樣的患者 你按推 還是可以當下解症 即便他已經到命危了 而且又有腫瘤到 我看應該已經到末期了 又破裂 然後又發臭 那每次清洗也都花很多時間 那像這樣的患者 我們還是可以幫他 除了溫膚 還有靠手法的按推 也可以達到結症 那這個患者是陽唐 所以手法上 我是用食指法去做耳后 那至於整骨下顏還有脖子 我是用前頭法 那這樣大家也可以實際上 只要懂得操作 應該是可以做得出來 但記得手法 尤其前頭法或食指法 一定要懂得用手腕的工具 整個手腕一定要靈活 不是很僵硬 然後手一定不能出蠻力 只要出蠻力 重病患者受不了 他就不讓你按 甚至他因為痛 他會跟你對抗 那這樣對結症就幫助 就會有限 所以有些人就是用原始點 沒有辦法做到結症 那這樣的患者 我記得還有一個血癌患者 之前也做過一個 也是來的時候 他整個脖子也是僵硬 那跟這位乳癌患者一樣 他完全嘴巴是乾到沒有口水 那也一直想喝水 但是喝了一點又不能解渴 情況已經很危急了 他走路都很喘 也是命危的情況下 那我那個更加嚴重 比這個乳癌患者更加嚴重 那我就是光做他的頭部跟脖子 整整做了30分鐘 就是只有頭部原始點跟脖子 因為也不敢大力 怕也在消耗他的熱能 然後慢慢有潛 慢慢推開再有潛入身 然後再由輕而重 然後手法都是很柔軟的 不給他有壓力 所以最近我也在教志工 像遇到這種患者 你要用食指或用前頭髮 那個握拳一定是握虛拳 不能用力握食拳 食拳你很僵硬 一頂進患者 患者就很痛 患者是受不了 所以一般你一頂進去 他大概幾秒鐘 他就不讓你按推 所以一定握虛拳 那又用手腕的力量 所以很柔 那這樣慢慢揉進去 患者就能接受 他有時候要花多一點時間 像我說的 那個血癌就花了差不多 半個小時 然後那口乾舌燥也就節症 但我相信這樣的患者 很多志工應該是做不出來 那原始點如果做不出來 我相信 不管中醫也好西醫也好 更難解症 因為這種口乾舌燥 他根本就是頭部引起的 好 那這個也是再說明一下 原始點他的理論 確實沒有熱性體質 那如果有一派熱相 包括身體燥熱啊 或是嘴巴口乾舌燥 那你可以找出相對應原始痛點來按推 一般只要處理得到 都可以立刻節症 而且速度之快 比吃藥或是怎麼樣都還要快 好我就提供 這一個案例我就補充到這裡 二 手臂痛 不能往後 你說你不能往後彎是吧 我們測試一下 我就把手再舉高 我現在舉高你痛哪裡 我痛腿 好 他痛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他的開關一定要按肩部原始點 好 這是他的做法 好 你也是不能往後彎 是這一手嗎 是左手 左手 好 那我們也是測試一下 好 那我把它抬 我往上抬 好 那現在痛哪裡 痛後面 這裡嗎 對 好 那剛剛這一位往後彎是 前面那一個是痛這裡 但是這一位仁兄他不是喔 他是痛後面喔 所以後面剛好在肩部原始點那 所以他不能按肩部原始點喔 這一裡痛就是算背部痛 一定要外側要往中間找 所以一定是在上背部 所以他們兩者的按法是完全不一樣 同樣是不能往後彎 但痛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處理的位置也不一樣 好 所以你應該從這裡下手 等一下我叫他們幫你按 按完我會再測試一下好不好 比較好喔 對 所以你這裡的問題喔 就是上背部原始點 不能一般我們說五十肩都是用按肩部原始點 不一定 一定要測試才知道結果 這一點比較痛對不對 對 好 那這一邊 這裡呢 也不痛 有 這裡有 那就是這一點 那他只有這一點跟這一點 這樣就解決了 現在是不是比較瘦 有 比較能彎 跟你說喔 那這樣就可以了 你回去如果要處理就是按推上背部那兩頂 我剛剛幫你按的時候 那現在幫你溫敷 可是剛才 沒有 我本來想問的就是 我不是會乾咳嗎 對 可是我這邊感覺就是有時候會喵喵 然後就 這裡喵喵對不對 對 然後到這裡 就有彈 但是事實上沒有什麼彈 但是有時候就會嗝 我告訴你 這種也是震的不適感 那它的開關就在從整骨下游 對 然後一路按 按到脖子下來 然後帶上背部這整條 剛剛他有幫你按 等於這裡他剛剛幫你按的 就已經有處理到這樣 喔 了解吧 你現在喉嚨應該這裡都還蠻舒服吧 你看看 還有那種 還是有 還是有 在哪裡感覺 這裡 這裡 這裡痛嗎 會 好 忍一下 好 痛 很痛 那也很痛 這裡很痛 很痛 那就是重點在這一點 很痛 是 這一點 這裡就開始痛了 對 這裡痛不痛 這裡也痛 再聽聽看看是不是鬆了 對 鬆了 鬆了 請老師補充說明 好 這我們之前也都有放 五時間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聽患者說 我不能往後 或不能手向上抬 或不能向外伸展 這樣都不能不足以說明 到底我們應該按哪裡 所以 五時間一定要測試 剛剛這兩位剛好 都手不能往後彎 但我幫他測試後 兩個 根本痛的位置不一樣 像這個視頻 這一個咖啡色的 這一個患者 他往後彎 他是肩部原始點那裡痛 另外一個黃色衣服 他往後方剛好是肩部的前面 那這個在痛 那應該前面就找後面 所以就要按原始痛點 就是這個 這個是痛在前面 上臂的前面 所以當然他的答案就在肩部原始點 那咖啡色的 他因為痛在肩部原始點 所以他的開關是在上背部 所以同樣都不能往後彎 結果處理的方式截難不同 這也提供給大家 以後聽到不能往上彎 往後彎或不能上去 一定還要做測試 看看患者到底痛在哪裡 這樣你才能決定按推的位置 那剛剛這個咖啡色的還有一個症狀 他就是喉嚨會癢癢的 然後偶爾會咳 那一般我剛剛也做給大家看 一般喉嚨癢 或是常常有痰卡住 一定要先按推整骨下癮到脖子 只要按推得當 一般症狀都可以立刻改善 好這個 我時間我就補充說明到這裡 3.皮肌炎 上次你來齁 就是他有全身幫你塗嘛 是 連頸椎都是 鍋子都是 他頭皮都是 他塗完還有幫你按推 你當下好像就比較舒服了 是 那時候來的時候全身癢 那時候按完你也說有隔一天打來 好像你癢都有改善 那你大概問一些問題 你們就開始處理了 是 對 到今天來這樣已經有 3個禮拜了 3個禮拜了 哇實在隔太久 我以為你還會來 因為怎麼樣 因為你是全身性 是 這麼嚴重 所以我一直以為你會來 因為我自己不會坐車 然後今天是我女兒放假 然後我一直想說 希望他載我一次 然後下次我就會坐車這樣 那你這兩三個禮拜 你自己做 結果更 更嚴重 更嚴重 為什麼 因為我前一週就是 方法不對 一到四是我先生幫我推的 然後他推的可能比較容易 然後我的整個背 全都看 全都看 全密密麻麻 等於你先生推 推到皮都破了 對 這本來沒有的東西都長出來 這本來沒有的就又擴散起來 剛剛按完養有沒有改善 有有 按完立刻改善 對 立刻改善 所以養要有人按 可是我先生他就是很棒 因為你是脾肌炎 全身性 是 跟別人不一樣 你們家人要學 因為這個方法是治救方法 因為這個病要完全好 要有一段時間 如果有一個人帶你 他學會 我們認真教你 他教你 你回去就有人幫你 因為你背部自己推不動 對啊 一定會癢 對啊 在家裡他們只要按個差不多 頂多二三十分鐘就 可是我先生回去就學了之後就 那個效果都沒出來 因為他沒有學成 我已經跟你講了 西藥不能解決你的問題 而且他含涼 以後你的問題還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才說 盡量你不要再吃西藥 因為西藥西醫也跟你講沒效力 他只是在控制 他事實上是控制不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西藥戒掉 家人來幫忙你 因為這個是治救嘛 這個很簡單 塗薑粉泥 只要用心學 那個開關按到了 他就不癢了 那個西藥安排我去照那個 不要照 胃鏡那些東西 我跟你講都不要了 我是這麼建議 那你要去我也沒辦法 你事實上按一按 這裡按一按 你現在胃也不會痛 因為你的胃跟後面有關 還有一點點 還有一點點等一下他再幫你按 應該可以立刻緩解 你這裡的痛跟後面的開關有關 有關 你這樣一講 他再幫你按軟 我們馬上問 如果你不痛了 確定了 那就代表有效了 你還要檢查 我們如果當下幫你按 那這個就是陰啊 這裡陰他照不出來啊 我立刻幫你緩解 所以你去照 他講了那麼多 你只會更煩而已 而且他的藥又寒 那你越吃不只以後胃會出問題 以後更多問題 所以教你會了之後 你們家人自救 也不要再找西醫 最好也不要來找我 是這樣的意思 你會了你為什麼還要找人幫忙 因為西醫那個免疫系統 那個抵抗力差 是要靠你要運動啊 飲食要改善 那你只要這些改善 然後再家人幫你服務 那這個就全部都解決了啊 你說這裡痛 胃還在不舒服嗎 那馬上幫你解決 這一點最痛對不對 是不是 好痛好痛 這邊就不會了 就這一點 是不是 真的有15周 現在15周了 所以你看 你只要有問題 馬上用這個 就可以立刻解決你的問題 而且也不吃藥 也不用跑醫院 這是最快 塗完薑粉泥嘛 塗完現在感覺 整個身體的狀況呢 哇 我剛來的時候 擦了好幾倍 真的喔 真的 所以熱炎進去還是最舒服的 對 感覺就是身體比較枯燥 要不然我一直想要哭 那種很不舒服的 然後心裡的那種 那這一次的舒緩 跟上次有什麼差別 這一次就感覺就是 熱炎比較進去 在塗的這一次熱炎 又比上次更容易進去 對 這次比較 比上一次更深的感覺 塗的有更深入 我覺得他的手的力道是很舒服的 其實塗薑粉泥 我講課都有講 他一定要稍微用力推進去 如果只是表面的塗 那熱炎進不了 15度也沒有那麼好 那我們在家的方法都是錯了 那這樣你整個身體 整個包括暗灰 溫敷 還有薑粉泥下來 現在身體是舒暢的吧 是舒暢的 真的是舒暢 而且我可以把情緒舒緩開來 所以你現在整個身體 包括胃還有其他的癢 應該會進一步得到緩解 請老師補充說明 這個皮肌炎上次有過一次 他第一次來就是前身性 那當時他也有跟我講 西醫已經說這個沒辦法治療 只能用藥物控制 那事實上藥物控制也是情況更加惡化 然後皮常常會破裂 破裂它嚴重有時候還要止皮 那上次處理完他就有改善 但回去他家人幫他處理三個禮拜 情況反而更加嚴重 第一個按推不到位 因為學了一次 位置也不一定準確 然後按推的力量又太過 力道太過大 而且都是用比較粗暴的力量 然後推完還有塗薑泥 也是塗到有時候皮都破了 所以他感覺症狀都沒有解症 而且情況更加嚴重 那因為患者不知道怎麼來激進會 所以這一次是由他女兒陪同過來 那過來剛剛大家視頻也看到 他來了全身癢 那我們先幫他按推 按推完他癢就立刻緩解 但是他又提出他胃不舒服 那胃不舒服我也幫他立刻解症 按推完他就立刻解症 然後再幫他塗薑粉泥 那患者一再講 兩次塗薑粉泥的感受 他感覺不同人塗 好像最後這一次他感覺最舒服 因為塗很均勻 然後又有一點力量 然後要塗之前 又把他皮膚有照熱熱的 所以這樣塗下去 他感覺熱有滲透進去 那所以剛剛大家也看到 他起來感覺哇 身體好久沒有那麼舒服了 他說舒服好幾倍 那整個全身也舒暢 也不再癢 胃也不再痛 那皮肌炎在醫學上是很難處理的 但你看原始點 同樣這個醫學很難處理的病 我們在短短的時間內 幫他溫敷按推 就可以立刻緩解症狀 我相信如果他家人能夠手法也學到好一點 那也知道怎麼塗薑粉泥 那患者也配合飲食運動 我相信他的病是可以完全全意的 好 那這個皮肌炎 我就補充說明到這裡 4 吞咽困難 今天來的主要情況就是 我感覺就是最近是越來越腫 那再來就是說我覺得吞咽困難 就是吞咽的時候 有時候這邊會腫 裡面的會腫 然後會有抑鬱感 然後吞的時候他就那個裡面的腫瘤 感覺裡面那個腫瘤 然後就隨著我的吞咽這樣子在動 然後再來就是說這邊 這邊也是會很緊繃的感覺 有時候晚上半夜睡覺的時候會更不舒服 有時候甚至裡面在痛 然後就會醒來 醒來就會有點緊張 不知道我這個到底是怎麼樣的狀況 因為我也沒有再去做檢查 所以我不知道裡面是好的東西還是不好的 我也不清楚 那你會不會考慮以後要去檢查 目前我家人有跟我講說 你先去檢查 做超音波看看 先手看看 然後先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然後再來再用粘食 那但是我對西醫院比較排斥 因為這次拔牙之後 我覺得我的副作用很大 現在整個這邊都在麻 拔完就麻到現在 你什麼時候拔牙的 1月6號 今年1月6號 那已經 現在 今天是12月快底了 將近一年了 那你 從1月到12月 怎麼會到今天才想過來 我之前就有過來 半年前 半年前 有過來 那我想說 因為我其實 接觸原始點 大概有三四點 但是 我是在家裡 自己在 用人工手肘 然後自己也有喝薑湯 我想說自己試試看 但是 有時候好像有比較消炎 有時候又比較腫 那後來覺得 這一陣子又覺得 比較不舒服 想說來這邊 看我到底是哪邊 出了問題 因為你這個會滑動 我看起來應該不是 因為如果它固定不移 比較很明顯 那在周圍找 但是你看這裡周圍都不明顯 所以我建議不要在這裡找 直接從大開關就是 頭部原始點這樣按 然後整骨下沿 然後頂多就是頸椎再按下來 那這個部分 等一下還會再幫你做一次 好不好 然後按完之後 我建議這裡要 盡可能塗薑粉泥 然後溫敷 尤其現在天氣也變涼 不要收 到現在也12月了 也8個月了 所以如果這樣 連續你可以來 看看是兩天來一次 或每天來都沒關係 那我就叫專人 我們來直接追蹤你 然後看幾次之後 你那個吞葉有沒有改善 這裡在吞口水的時候就會跟著拉緊 這個位置就是跟著拉緊 那但是這邊嘴唇的時候是麻 那有時候我原本沒有很麻 也沒有很緊 然後按了之後 按了就是這個地方之後 我就會覺得我的嘴唇更緊 所以等於剛剛按了麻 跟吞咽都沒有改善 是吧 沒有說明顯 明顯 對沒有明顯 我再幫你按一次好不好 這一點 好 你忍一下 因為你這裡還麻 所以我認為頭部原始點一定要按 也就原來那兩點 那他說沒有感覺 我們可以按深一點 記得 你痛的時候 我差不多三四秒 我就 我不會按很久 這兩點 痛 你麻是麻在這一邊是嗎 對左邊 因為我把左邊那拉直 了解 所以這一邊反而不大痛 對不對 我力量其實是一樣 好 這裡是不是痛 那你 緊張還沒有想像那麼嚴重 你現在先感受一下 你那個嘴唇麻 還是疑難還是有改善 沒有改善是嗎 那如果沒有改善 那個麻就是患兔體傷囉 就是可能 就是真的局部已經受損 因為以我的力量 那麼深下去 你還是一點改善都沒有 那就真的是局部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 越樓它會越麻 會覺得更麻 對 對 所以這裡反而要加強溫敷 那你那個吞咽的困難度 現在有沒有改善 還是有 但是可能有比剛剛好一點點 好一點點而已 那可能就真的要追樁了 你這裡麻是嗎 你麻的地方 對這一塊 這一塊 就是這一塊 嗯這個嘴唇這邊 那最主要就是 麻 麻還可以接受 有時候它蹲蹲 有時候會咬到嘴唇 然後 然後再來就說我比較擔心 就這個 這個腫塊 這個地方 然後覺得有時候 這麼好像也比較腫 因為我也不知道正常應該怎麼樣 那我沒有去檢查 我不知道 好你暫時都不要檢查 因為檢查很麻煩 有時候又要切片 有的沒有 那上次你已經這樣 又受損 然後已經一年 我怕又搞一搞 又搞出其他的問題 又更麻煩 對不對 喔 尤其這一點 就是這一點 這一點很明顯 這一點就不痛 對不對 也是會痛 但沒有那麼痛 就是這一點特別明顯 這一點 這一點輕輕碰就痛 那你等一下塗薑粉泥 這裡再幫它加強 尤其這一片 我們局部也幫你溫敷 看看這樣的效果怎麼樣 好 你昨天做完之後 那今天感覺怎麼樣 嗯 昨天做完的時候 沒有特別改善 但是今天我感覺 就是昨天這個麻跟頸的部分 跟我吞咽的時候 我感覺就是有好一些了 有改善 應該是說緊 就是說我 我昨天是 麻的部分是還好 但是就是這個 昨天是這邊感覺很緊 但是今天感覺這個 緊的部分是有改善 啊比較明顯就是吞咽 昨天吞咽就覺得有異物感 就是整個吞口水 然後那個那個異物感就跟著 在裡面這樣子 那今天感覺吞口水的時候 那個異物感是比較減輕了 是有改善 請老師補充說明 好 這個患者 他本身也學過原始點 但因為他喉嚨都有異物感 而且他感覺是好像腫瘤 在裡面 那他因為牙齒拔掉之後 黏眼麻 所以他不大敢再去西醫處理 所以直接就過來 那我也有幫他按推 當下按推 好像改善不明顯 然後也有塗江本林 但回去他繼續做 欸隔一天回來 他就跟我們講 欸確實吞咽方面就有改善 但嘴巴麻還是沒有改善 這個可能還是要繼續追蹤 但也可以證實吞咽困難 很多重病患者 我們以前也常看過 一般解症都要從整骨下沿 下骨才會比較好 好 那這個就補充到這裡 5 間椎腰痛按推講解 我問妳喔 妳這裡痛 痛多久了 大概我從7月開始 今年7月 然後現在12月 好 那妳來這裡幾趟 大概有10趟 10趟 按完的時候 因為妳是從這裡嘛 之前是從上面一直碰到腳 之前從哪裡開始 就從這個位置 就從這一直碰到腳底 連我腳趾頭都會碰 他是從這裡一直酸到這裡 應該算是做骨神經 如果醫學是這樣 好 那如果從腰 然後到臀這裡 然後這裡一直到足底 所以妳來了十幾次 這裡都解決了 到下面這裡也解決了 只剩這一塊 那這一塊喔 剛剛我按喔 就是這一塊 它要分以原始點 這裡間椎 譬如這一個是間椎 這一點到這裡痛 是由腰椎引起的 那這一半截就是間椎以下到這裡痛 是由間椎引起的 所以簡單的講 它現在的問題就是從腰椎 然後再把間椎按下來 它這一片都可以解決 好 我示範一下 這個要做教材 那它是這一腳 那它這一半截 我剛剛講的這一半截是由腰椎 最後這兩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稍微 這裡 腳骨 然後堆過來 這裡就是腰椎的最底端 所以應該就是這兩點 這裡可以一巴掌 如果這樣看 那我 我這裡按下來 這裡都比較不痛 這裡應該很痛對不對 這裡開始痛 然後這裡更痛 那就很明顯 這個就是 剛好在甲骨的上面 也就是腰椎的最後一點 那這裡最痛 那這裡按完 它這一邊就鬆了 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這一半截在痛 那這半截是屬於 那個間椎的部分 那我們間椎一樣 這樣 那這樣就幫它 好 這裡也是很痛 好 那這個 好 那這樣做完 我們就幫它舒緩一下 那這一邊不痛 我剛剛按了這一邊不痛 所以這裡就不管它 那就都在同側 好 你下來 所以這樣用一用 這裡是不是比較鬆 對 那 那等於針對這一塊 就是我們剛剛解釋的 這裡 好 那你這裡還要溫富一下 請老師補充說明 大家看這個視頻 應該也是蠻常見的症狀 那因為來基金會也十次了 那最後一次剛好我遇到 我就問他詳細情況 他說來了十次 譬如腰痠背痛那些都解決 還有坐骨神經痛 從臀部一直痛到腳趾頭 連足底也痛 但經過志工幫他按推 全部都解決 唯有 臀部 剛剛大家看到的 臀部 一側 從臀橫紋 以上向來到腳骨 這裡都痛 那我剛剛也幫大家分析了 因為腰椎管理 腰椎管理到 剛好腳骨下沿到 間椎第一點 這個範圍的臀部 是由腰椎管的 所以在腰椎 同側腰椎按一按 他那個臀部 上一半上半部就改善 但下半部還要按推間椎 然後我進一步再幫他按推完間椎 他那個臀部的痛就立刻改善 那這一點我們可能志工 可能沒有按到位 也就是腰椎 最後這一兩點 剛好就是在我們 有時候是皮帶 或褲管的上端 有時候要稍微拉下來 你才按得到 要不然如果他有穿皮帶 或是怎麼樣 你就按不下去了 有時候忽略一兩點 臀部的痛就改善不了 那另外就是間椎 因為臀部的肉多 一定要懂得用身體頂進去 然後把它按到深層 才可以找到壓痛點 可能志工在做的時候 按得不夠深層 那所以不能結症 所以臀部就一直感覺還是有不舒服 那經過按完他就立刻緩解 所以按推手法還有位置真的蠻重要的 這也是鼓勵大家 除了理論上要學之外 實作上也要去多看看這些案例的操作方法 讓大家實作上會更進步 好 我就補充說明到這裡 張醫師答疑 肾癌患者提問 1.發病情況及原始點治療初期 患者58歲 男 2018年8月體檢發現肾癌 經兩次手術和化療 2019年6月底 複查發現全身擴散 醫生建議用免疫療法 患者認識到西醫對癌症的治療 不僅無效 而且傷害了身體 拒絕繼續西醫治療 2019年8月 患者的情況是 身體暴瘦 一個月瘦了十斤 氣喘 身體疼痛 吃止痛藥也不管用 患者因疼痛不能自己翻身 需要家人用床單兜著 慢慢翻身 因疼痛每次起床 需要半個多小時 才能緩悶 起來 起床後走路需要住行起 當時醫生說 生命只有三個月的時間了 2019年3至8月 也曾用原始點治療 每週四五次按推 喝薑神湯 壁爐有機乾薑片 60-80克每天 少量鴻参 江湯灌常 經歷幾位原始點老师的治療 期間本人 並不太完全理解 和執行原始點的理念和方法 效果不佳 病情加重 二 大幅好轉時期 2019年9月開始 經新的原始點老师 精准按推和全民指導後 認真學習理解原始點理論 嚴格執行原始點的要素 按老师指導 逐漸增加僵身用量 症狀很快改善 十月停到十月 停掉止痛藥 逐漸可以自己行走 疼痛不适等症狀減輕或消失 體重增加二十斤 體力逐漸康复 到2021年3月份 每天走路以一萬多步 打太極拳 太拆外出等正常活動 期間一直堅持 每天兩次全身按推 僵身用量 分次按身體狀況 逐漸增加到一百六十克乾僵片 和二百克紅芯片 在這一年半的原始點治療期間 在大幅好轉的過程中 身體也產生了各種不适感和症狀 比如後背腋下起大融塊 湿疹 起步等部位疼痛 胸悶 小腹痛 左腰痛 原始點老师按照身體修复過程的正常反應 來處理 每次通過按推 内外熱源 運動等方式 都能有效的解決 3. 起伏轉壞過程 2021年3月開始 右胯凸顯僵硬感 後逐漸有疼痛感 但每天仍堅持鍛鍊走路七八千步 到5月份疼痛加重 走路慢 7月份後進一步加重 走路減少到四五千步 4月份開始 說話時輕微氣斷 有時輕微咳嗽 8月份逐漸加重 今年分次增加 姜生湯 直目前的每天 乾姜片255克 和紅芯片205克 同時繼續每天兩次按推 也有紅豆袋 和紅豆衣溫敷 若將燙溫敷 但是症狀都沒有改善 咳嗽逐漸加重 並有白痰 夜間悠重 右腿 右腿 有走性疼痛加重 有時候是右胯 有時候是右臀 有時候是右膝蓋和小腿 有時都痛 按推後 稍微好轉 但不能維持 總體加重 兩年前原始點 曾經救過患者的命 患者和家屬 笃信原始點 也能理解和執行原始點 從2019年以來 沒有再接觸西醫等檢查 並每天堅持治療原始點 生活中執行原始點的要素 患者一直很樂觀 很配合 但是近半年多來的情況是 起起伏伏 逐步轉壞 目前咳嗽的振鬥 會致使右腿劝痛 導致行走困難 用溫腹的方法 可以使腿稍有改善 但是咳嗽仍逐漸加重 氣短明顯 說不出整句話 腿剛稍好一點 就因為咳嗽的振鬥 再次受上劝痛 幾乎不能自己行走 需助行器 勉強移動 近兩個月如此反复幾次 咳嗽加重 腿也很難好轉 行走困難 夜裡因咳嗽和腿痛 兩腿燒熱 不能好好睡睡眠 患者很痛苦 這樣繼續下去 必造成體能下降 情況轉微 4 近期的情況 及治療方式 針對氣短咳嗽有談 2021年12月22日開始 先用紅豆袋溫腹5分鐘 然後前胸和後背 分別用力按推姜粉泥 再用紅豆袋溫腹 再用紅豆袋溫腹45分鐘 將本泥按推的時候 一直用燈照射 保持溫暖 這樣做了五天以後 氣短又改善 咳嗽殘多 變化不大 針對腿痛 右腿很痛 夜裡更痛 雙腿夜間 感覺很燥熱 不能蓋背 影響睡眠 12月26日開始 用熱姜湯 溫腹腿部10分鐘 然後用力按推姜粉泥15分鐘 再用紅豆袋溫腹20分鐘 患者感覺晚上 腿溫腹以後 會更加疼痛 睡不著 而且兩條腿 特別燥熱 不能蓋背 燥熱的整晚 不能睡眠 造成症狀加重 吃料效果後退 現在 上午 下午 各姜粉泥按推一次 內外熱源 1.姜参用量 目前 每天喝姜参湯 除此以外 12月22日開始 在每天兩次按推之前 都各喝10克姜粉做的姜粉泥 秘魯姜粉 因患者 在傍晚時 感覺涼 12月24日開始 在傍晚時 另外加了50克 濃姜 濃姜的 紅姜湯 喝了兩天沒感覺 第三天 流鼻血 已經停止補充 2.每天睡 水暖 碳 用紅豆衣 紅豆袋 和熱姜湯 在按推姜粉泥前後 進行溫敷 上午 下午 溫敷 和姜粉泥按推 時間 各約兩個小時 按推 按推 每天兩次按推全身原始點 每次45分鐘 在右腿疼痛嚴重的時候 臀部原始點 稍按就很痛 不能用力 每天兩次在前胸 後背和右腿 用姜粉泥時候用力按推 痛點很多 平時左腿不痛 但按推姜粉泥的時候 左腿反而比右腿更痛 其他 保持溫熱飲食 因腿痛 最近兩週不能走路運動 患者走路非常困難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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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人幫忙 按推 請人幫忙按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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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近半年 在各种治疗条件 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出现症状起伏 逐渐加重 其原因百思不得其解 目前感觉怕身体极寒 但是热能补不进去 一定是有某些细节 或者某些环节 没有做到位 在此 请张医师给予指导和帮助 请老师讲解 这个患者他的情形 绝大部分是在腿痛 还有上背部有时候咳嗽 咳嗽也会牵引到腿痛 那看得出来 他尤其到晚上更加严重 那就是热能不足了 那热能不足照理 他的热源使用都蛮到位的 看起来也有涂姜粉泥 那还是这种情况 那我们应该要慎重考虑 因为我们说如果原始点都做到位 照理应该是可以解症 那如果按推热源如果说都做到位 而不但不能解症而且正在恶化 那这个情况就有可能是怎么样 有可能是从因不能解症 也就是这是从因不能置疑的难治之病 但看起来这个不是啊 这个不是难治之病啊 应该是可以处理好的啊 所以他的热源即便做到这样而没有办法进去 甚至会照热怕热 所以如果说他每一点都痛 然后他说都是前身按推 这个在我看法就有一点 这种描述有一点奇怪 为什么 因为原始点他是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不是你要前身都按推的 原始点不是按摩眼 所以真正要解症 你必须要告诉我 在相对应的大开关 也就是疾病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找出来之后按推 那痛点在哪里 一定要很清楚的标示出来 然后再从压痛点加强 举例来说好了 他上背部如果有咳嗽 那咳嗽上背部原始痛点 如果轻轻按就很痛 那你刚开始就要用舒缓 慢慢舒缓开来 然后慢慢用力 可以用顽骨或是前头法 慢慢帮他做舒缓 那舒缓进去了之后 按推到他人接受 再慢慢用手肘 然后再按推进去 因为最近我常常跑基金会 基金会的手法 之前因为我很少到基金会亲自教 我觉得志工的手法 真正做到让我满意的 真的没有几个 那所以我最近从头交 我发现最大出现问题 就是到重病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用手的力量 手臂的力量 而不懂得用身体的知识 然后把手的工具放松 这个很重要 如果没有放松 然后不懂得由轻而重 由浅入深 很难解证 刚刚你们在看 因为为了讲课 有时候我的影片 有时候太长 会被剪接 剪下来 像我刚刚讲的 有时候重病患者光一个头部 我就可能按推 一二十分钟内 光一个下 那如果是轻重症 我可快了 差不多一分钟 一两分钟内 我都可以搞定了 但为什么遇到重病的时候 我有时候按推的时间 就要变得很久 就是一层一层的 把它按推进去 照理原始点 应该是可以达到怎么样 按推而立刻结症 而且它的疼痛感 我怎么看都 都应该是属于 他处体伤引起 因为痛多数他处体伤 所以按推一定有效 但按推又没效 热源也没进不去 我认为最有可能 是手法出了问题 我只能猜测 因为从视频的影片 它只按两三下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 就是他一定要懂得 甚至臀部的舒缓 还要我平常的 刚刚你们也看到 我前面的视频 在讲解按推 建椎 建椎的时候 按推完我手的舒缓 所以当他腿很痛的话 他说每一点都痛 应该可以用舒缓 慢慢帮他拨开 然后舒缓完 再慢慢用手肘 慢慢按进去 然后一点一点的按 然后慢慢油浅入深 一定可以解症 以我的经验是 他怎么不能解症呢 这个就是我想来想去 如果热源没有问题 应该是出在手法 而且照读者的回馈 他说他每一天都全身按推 全身按推就不对了 因为你的症状不是全身性的 是腿的问题 还有上背部的问题 比较严重 照理应该要点出 你痛点在哪里 但都没有点出来 所以我一直在怀疑 应该压痛点没有找出来 所以也不能解症 然后加上手法 是不是也有问题 所以有时候看视频 如果以后要拍 像这种患者 如果你热源讲得那么仔细 但热源可以讲 但按推一定要拍影片 而且他上背部怎么帮你按 然后还有臀部怎么按 这个都片子要长一点 那各种角度拍一下 那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看出一些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引起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应该是在手法上出了问题 按推不能解症 大部分 因为多数他处体伤 碰多数他处体伤 那照理讲按推 十个有九个应该立刻解症 那之前有效 为什么这一次没有效 是不是你的体伤 痛点在生成 但轻轻碰又会痛 所以大力你按下去 你也受不了会对抗 所以按不到生成 那按的时间又不够长 不能由浅入深 都有可能做不到位 而不能解症 所以我建议如果 可以再拍一下 就是志工帮你按推的手法 那时间拍长一点 然后再把他从前面按的 还有侧面的按推 稍微拍一下 各种不同角度 还有他的站姿各种角度 那这样来判断 应该可以回答的更详尽一点 那我的看法是应该是按推出问题 热炎应该这样讲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按推出问题 热炎就有可能进不去 这也就是我说的 像那个乳癌患者口干舌燥 我们志工也做了蛮久 但也没有解症 还有那个刚刚视频讲的 按推腰椎跟腱椎 也是啊 他臀部痛 他全身腰酸背痛 做骨神经痛 痛到足底 那为什么做了十次 就是臀部没有办法解症 一样的道理 可能位置找不对 位置没有按对 然后甚至有时候痛点是在深层 也没有按进去 那自然就达不到解症 而这些有时候会跟手法 有时候到重病的时候 位置一定要准确 然后还要懂得一些技巧 不能用蛮力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 达到解症 现在原始点在推广上 最常见的 我最近去基金会 也是常常看到 因为手法的问题 而达不到解症 这样的患者 我也看了有一些 所以我相信这一个患者 应该最有可能 是在手法上出问题 我就凭他的描述 然后以我在实作上的经验 就回答到这样 那如果他有拍出更细致的视频 按推 我再看看 那一般 你要知道一个操作者 他的手法有没有问题 当然可以看他的外表 然后他的整个知识架构来判断 另外最好还是要有一个懂原始点的人 那因为像我们基金会志工 有时候我会帮他们按推 那按推完 别人在帮他按推的时候 那有没有对错 他就感觉得到 原来两个的手法应用也不大一样 甚至位置也有一点偏差 那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患者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他能判断 那只能从操作者的外形 看他的操作 有什么问题 有时候外表看出来没有问题 但有时候我趴下去 被他被志工按 就感觉力道 顶的力量就没有进去 而且按推都在表层 有时候在搓皮 皮搓得很痛 但也按不到那个压痛点 有时候也会有遇到这样 看起来知识都还蛮不错 但真正被按的时候 又感觉力道进不去 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只能从视频中 来尽量看他的知识 整体的外观 然后还有他的手法的动作 然后来判断 所以下一次如果再补充这些影片 按推的影片 我相信对于这样判断 会更准确一点 好 这个患者 我暂时就回答到这里 好 老师 我们今天的实作教学和答疑就到这里 接下来进入理论学习总论 好吗 好 可以 十二 总论 原始点医学概要 原始点医学 是放空之间 从零开始 点点滴滴 在患者身上摸索出来的 研发之初 先是重用内热源 之后通过找出压痛点按推 已归纳出一条脊椎 于七处原始点 其后又发现外热源的重要性 进而确立 症状 经按推向对应至原始痛点 无立即之效 可按推换出痛点 外内热源 至姜汤 姜粉 姜粉泥 可直接用于体伤位置 并在临床上 竟不断研发归纳 从而总结出 通过观察症状 善用医疗保健支援 就可从果推因 从因处理 以达到保命 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由此可见 原始点 是以按推 于热源做出来的 其因缘国理论 及诊疗方法 就是在此实证基础上 总结升华而成的 所以才能建立起一个 说到做到的 崭新医学体系 好 这个总论的第一段 就先介绍 原始点医学的游览 那原始点 医学不是凭空诞生的 他就是因为我太太 得了乳癌 那经过西医的处理 还有寻求中医的 这些明医 但是都没有效 最后进入安宁病房 那进入安宁病房 我又不放弃 所以就开始 就是在西医宣判 我太太只能 我七天的情况下 我是先用内热源 就是用独生汤 也就是人生重用 单一味 那补充之后 我太太那个体力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七天过了 她也没有发生意外 但是整个情况都蛮严重 那时候只能躺 也不能翻身 所以我看如果这样躺 久了也会 不动也会死掉 所以我就请四个看顾 她日夜前身帮她按推 所以她前身的疼痛 种种问题 甚至睡眠 就可以得到改善 也是从她的身上 才开始找 找出一条脊椎 及七处原始点 那之前我在我的视频里面 都有讲解了 这一点就不再介绍 所以这里第一段就是说 原始点医学是放空之间 从零开始 点点滴滴在患者身上摸索出来的 简单的讲 原始点是做出来的 它不是先开始有一套理论体系 不是这样的 然后才从点点做出来之后 然后理论再把它补充说明 是这样而来 好 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这里研发之初 先是重用内热源 就是开始用毒 熔熔的红生汤 然后再来就是在找开关 这一条脊椎及七处原始点 最后的结论也前后经过五年 那一开始都是从我太太身上摸索 那之后没有找出来的开关 就从我诊所的患者身上 再进一步把它完善 那前后花了五年 那开关找出来之后 第一个就是遇到的就是黑脚阿嬷 黑脚阿嬷结果按推 当然没有改善 它那个脚指头黑掉 那西医的检查就是血管没有办法 从膝盖流下来 所以一直坏掉 所以西医建议要节肢 也就是从膝盖把它砍掉 但也是因为这个患者 内热源也无效 按推也无效 最后就是加强 揪也没有效 就是用中医的爱调揪 烟雾弥漫 但时间又有限 所以效果也不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最后就先发明了红豆袋 也就是外热源 那有了红豆袋 结果它24小时可以温敷 自然那个脚最后也就不用截肢了 而且痛也解除了 这是刚开始 所以先有内热源 再找出开关 然后再加强外热源 那后来红豆袋之外 之后又开始对浆进一步研究 才知道外热源的浆 可以直接用于体伤位置 那再来就是按推也最后也确定 除了大开关以外 按推如果无效 尤其有一些硬结肿块肿瘤 你要解决这些 还要在患处 周围找压痛点 这样才能解决这些患处体伤的 壮的组织受损 壮的 就像我说刚刚讲的肿瘤硬结肿块 的异常形态 这样效果就会好 这都是整个的研发过程 那我们从这里也可以了解 好我们看下面 下一页 在临床上不断归纳 从而总结出 要通过观察症状 然后你要懂得如何用 医疗跟保健之言 医疗就是按推 保健就是热源 还有我们说的其他保健方法 有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这一类 那善用医疗保健之言 就可以怎么样呢 从果推因 你通过观察症状 就可以从果推因 然后用医疗保健之言 就可以从因处理 来达到保命及疗医疾病的目的 那很显然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 原始点的整个研发过程 我们来看下一页 原始点它一开始 就是以热源跟按推为主 你说红生也是热源的一部分 外热源黑角嘛 还有后来的姜本泥涂 直接涂到体伤位置 那也是热源的充分表现 那按推从原始痛点 按到患处痛点 这些也是由按推做出来的 所以按推是属医疗的部分 那热源是属保健 所以由按推以热源做出来之后 我们的理论就慢慢把它写得更明确 那观察症状从果推因 这里已经用到因缘果的理论了 你从外表症状或异常形态 脑跟病都是属果 那体伤及热能不足就是属因 然后这些用的方法 好的方法 医疗保健之言 或是一些伤身致病之言 也就是比如情绪烦恼 压力甚至外伤 这些种种的外言恶言 那也是属于炎的部分 所以因缘果的理论 也就是在此慢慢建立 那从观察症状 在从果推因那些是诊断 然后再配合按推以热源 这些医疗与保健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 整个因缘果理论 还有诊疗体系 就是在此建立起来的 那也因为这样 原始点是做出来 所以理论说得到 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就最后建立起一个 能说到做到的 崭新医学体系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也知道 不管是中医也好 中医也好 你看那个书本 从皇帝内经一路下来 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 但读了那么多书 你真正用到患者身上 可能很少 所以读了那么多书 也未必能治病 就像我以前考完中医师之后 为了帮患者解症 能快速一点 我还去外面跟老师学 针灸 也是花自己的钱 如果说读书 读了那么多 然后马上可以应用 为什么还要去补习呢 可见很多理论体系庞杂 真正能用 很多啦 所以也是说跟用 常常是不一致的 那西医也是 讲的很多 但真正病 能做出来的也不多 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个医学 大部分都会面临到的问题 但原始点恰恰是因为 从零开始 它是做出来的 所以理论体系才 如实表达 我认为我在写书 这一本书 一直秉持着一个理念 就是我怎么写 一定要如实 如实这一个 这两个字是对我最重要 所以我在写 一定背后要有案例来支撑 也就一定是有 做出来的案例 然后它整个治疗过程 我都反复思维 是用什么方法 而把病人治好的 那这样写出来的理论 自然 因为它都是做出来的 的描述 所以理论跟治疗 就能够完全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医学体系 我相信也是创新的 要建立一个 说到做到的 崭新医学体系 其实是很难 那原始点 在这一部分是 已经可以做到这样 但很可惜的就是 这一本书虽然 已经都写到这样 但很多人 有时候因为守法 的不到位 或是观念的不清楚 或是信心不够坚定 有时候 以为他自己懂了原始点 结果当他 最后不能解证的时候 用了热源或按推不能解证的时候 他又开始起疑了 开始起烦恼 然后开始又 开始是不是又寻求中医 是不是他们的理论对呢 然后又在这里开始 想太多了 这个有一点就像原始点 明明 明明碰多数咖住体伤 按推就能解证 结果可能因为位置找错 或是按推不到位 或是重病 你不能由浅入身 懂得慢慢的按推进去 手法一定要揉 因为你的手法很僵硬 又用蛮力 所以这些重病就做不出来 那做不出来 你就会怀疑 本来是塌住体伤 你就怀疑 这个是患住体伤 然后又开始用热源的使用 那热源的使用 热又进不去 所以又开始怀疑 是不是 这个是属于热性体质 不是含性体质 然后整个理论体系又开始混淆了 有些越学越回去的也是这样 所以我蛮担心这一点 所以真正要把原始点学好 一定要加强手法 手法一定要到位 还有观念一定要很清晰 你才能够遇到任何疾病都能结症 所以原始点真正在大突破 这个研发的过程 我认为是从2018年以后 知道热源药子打体伤位置 然后尤其这几年 最近我也常常跑基金会 看一些手法的应用 我发现手法真的蛮重要 你手法不到位是有时候遇到重病 根本谈不上结症 所以我最近去教他们 一直教就是一定手不能用力 然后知识到位 然后这样才能揉 然后要由清到深层 一定要懂得身体放轻松 然后身体要往下沉 把工具带进去 这样才能够达到结症 最近在基金会 我也遇过几个 比如我们有志工 那个养已经 脚养已经很久了 那别的志工也有按推 也懂得按推臀部 但按推了老半天还是不能结症 但我一下手没有多久就帮他结症 做出来的样子都一样 但他揉不到深层 因为他不懂得用身体的力量 然后只是一味的用满理 那这样自然留的都在表层居多 所以达不到结症 所以原始点说他已经建立起一道 说到做到的崭新医学体系 那如果看的人 如果真的要学到 一定要手法一定要请念 那如果不懂的地方 一定要谦虚一点 提出来问 那我也希望以后再问问题的 不管听众也好 或是我们的志工也好 你如果是在国外 那一定要把按推的手法 影片拍摄起来 然后寄到基金会总部来 那寄过来 我才有办法帮你回答 要不然看不到 你说我每天都有在按推 那你的按推可能跟我的按推就不一样 甚至这几年的发展 我也知道很多 还有一些地方 在按推头部原始点额后 竟然用拇指 那拇指我一看就知道 你轻微的症 表层的症还可以结症 你到深层你怎么按进去 连工具都使用不恰当 那是不能结症的 尤其头部我按过也是几个 你刮食指有时候都顶不进去 何况拇指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利用这一本书的时候 读完之后 手法还是要勤念 那最好还是看我原来的 那个有在影片上的一些手法 早期的手法教学 这些都会讲得蛮详尽 我记得最近我们一个志工 头部原始点一直按不好 我纠正了多次 然后最近他在按推上进步很大 尤其用食指法在顶额后 那个头部原始点 他进步很大 我就问你这几天怎么会突然进步很大 他说之前一直按不出来 所以反复看我以前的影片 还有一些错误的按推方法 也就是纠正一些早期的影片 他从中慢慢自我修正 最后来我再看他的按推 就发现他突然间好像领悟到 那按的方式跟我那个影片 非常相似 而且按推的力道又能按到位 也能够人浅人深 这样才能解证 所以原始点在读理论的时候 我也鼓励大家还是要手法还是要勤念 好 这一段当然是总论 那也稍微也把手法的重要性特别再强调一下 好 我们看下一段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宇宙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因果定律 例如 种子没有了土壤 阳光 水分 空气等外在条件的协助 是不能生长发育开花结果的 将此种子批语为因 则外在的土壤 阳光 水分 空气等条件就是圆 长出的果 长出的果实就是果 此及众所周知的因缘果的道理 为了厘清疾病由来 及疗愈疾病症状 可用上述之因缘果的理论加以阐明 因缘果本是假设的名词 彼此相待而生 为方便表述 先设定疾病与衰老为果 则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因 及对身体有益或有害的缘 即与之相对待而成立 好 这一段就是理论上 我们是用因缘果的理论来 把疾病还有处理的方法 还有到底疾病之因在哪里 用因缘果来阐述 这样大家比较容易等 那这里写的都蛮详尽的 我就不再多做解释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随着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影响 身体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通过观察 疾病表现为症状 衰老表现为异常形态 通过医期检查结果 疾病表现为组织受损 衰老表现为异常 而疾病与衰老皆属果 七因则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体伤分为踏出体伤与患出体伤 可直接产生症状及异常 热能不足可影响体伤 再由体伤导致症状及异常 缘可分为医疗保健之善缘 与伤身致病之恶缘 善缘 如正确按推 善用热缘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疗好心态等 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重获健康 恶缘 如生气 压力 劳累等 会消耗热能 加重体伤 而产生症状 但有些恶缘 如车祸 摔伤 烫伤等 这可直接造成体伤 而产生症状 这一段 在我们疾病已衰老 就写得非常详尽 然后至于炎的部分 可以参考 我们影响身体之炎 因为现在很多人 书本上已经都拿到 你们从这两篇这里写的只是一个总论 所以比较简单 那详尽一点你们就可以参考这两篇 那两篇里面写的都蛮详尽 我就不再多说了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段 由尚可知 因要影响果 必须借助原 同理 原要影响果 也必通过因 单一的因 或单一的缘 都不会影响果 必须要因缘具足 果才会改变 期末在诊断上 将果做因 如把热相症状的果 当成热性体质的因 而是果与因 混淆不清 或错认果 如衰老是果 疾病也是果 却老病不分 将衰老异常 当成疾病本身 无端的使病人变多 或倒果为因 如将异常 即组织受损的果 当成症状的因 而说疾病多因 或果生果 或在诊断上 弃因弹缘 不谈体质差异的因 却谈伤身 致病之缘 如细菌 定毒等 可导致疾病 而说缘 生果 或在治疗上 气因谈缘 不谈身体运作的因 却谈医疗保健之缘 如疫苗 需要等 可预防 疗愈疾病 而说缘 治果 有疾病 必有体伤 没有 我们先把这一段 先解释一下 再念这一段 好 我们开始 好 这里是 承接上面这一段 那提出 因为原始点是以因缘果来解释 那因缘果的理论 这里算是一个结论 也就是因要影响果 必须借助缘 也就是我们要 如果果是属疾病 那疾病 怎么要好 如何把它制应 当然要从因下手 那因要改变 又要通过盐 来改善它 这样才能够解决疾病 同理 这里 治疗的方法 要改变疾病 你也要通过体质 所以这样看来 单一的因 或单一的盐 都不可能影响果 一定要 因盐具足 果才会改变 也就是一定要有 医疗保健之盐 也就是善盐 来改善疾病之因 也就是体相及热能不足 那 体相及热能不足改善 那疾病自然就可以改善 疾病已衰老 所以这是 就是一般我们都了解 那我们一般 常听到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如果从这一句话来看 那 有善因 自然 将来 就会 有善言 就会影响到因 然后因会影响到 你的命运一样 那同样的 你做了好事 为什么不报呢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只是 他的言 因言还没有具足而已 再举一个例子说 如果坏人做坏事 那照理应该要有恶报才对 那为什么还没有呢 已经有因 他已经 做下这种恶因了 那为什么还没有 因为他还没有被人家发现 所以还没有被抓去关 所以他的 因言还未具足 所以你不要看他只有因 就一定会有果 做下恶因 未必会有果 你做下 好事也未必 立刻就会得到好的报 好报 报应 也不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要 你做够多了 因言也具足 那你的命运自然就改变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 也可以看到 从因言果来解释疾病 很容易让大家理解的 他没有 因言果到底是很 很容易理解的 比如 为什么会有你 你当然是由母亲生的 那你就是果 母亲就是因 那你的父亲就是爷 这样来看 因言果就很容易理解 同样这样来解释 疾病的由来 也很容易理解 一样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 所以这里就说 既然是这样 前面已经解释了 因言果的道理 那容易在诊断上 出现问题的 就是将果作因 这里举例的 如把热性症状的果 当成热性体质的因 而使果与因混淆不清 这里指的 当然就是指中医 中医有变寒热体质 那他们认为热相症状 就是热性体质 我举例来说 比如我们刚刚讲的 口干舌燥 然后瘾不解渴 或是像皮肌炎 刚刚大家今天看到的 那个皮肌炎 他的脸都是红色 然后皮肤也是红色 很红啊 这个给中医一看 哇这个就是热相 然后一定开寒凉药 但是你们也看到 这个皮肌炎 我是除了按推以外 还要帮他涂姜粉 你前身涂 然后涂完 然后还要 有时候还要用灯灶 红豆袋温敷味 那这样患者 哇他感觉从未有过的舒服 但如果热相症状 就等同于热性体质 那这个不就误诊了吗 或是像刚刚那个 乳癌患者 他口干舌燥到 口都没有水分 然后一直想喝水 然后怎么喝都饮不解渴 这个一看也是热相症状 但我们从头部体伤 帮他慢慢按推 体伤解开了之后 结果他就开始嘴巴有水分 然后慢慢的 那个口干也不见了 那温敷之后 口干舌燥的现象 完全都解除了 但如果这个患者 又给中医处理 又误以为 这就是热性体质 所以我蛮感慨的 有时候像这个已经都 像今天我们放两个案例 这个都有可能在中医 就被误判为热性体质 那我一路讲没有热性体质 但中医还是有些开寒凉药 他们还是认为有 偶尔遇到一两个 因为开寒凉药而改善 他们就更毒性 那这样的患者 如果用温热药 然后万一他因为体伤没有解症 因为手法不到位 或是诸多原因 他没有解症 然后又喝姜汤 然后温敷 热又进不去 甚至会产生更多的不舒服 那这个中医也是会误以为 是不是真的有热性体质 但我做到这么久 我说没有遇过热性体质 所以如果有 我们当下来做 我说医学就是要解决疾病 所以很简单就是把患者带过来 我们你用中医的方法 看能不能解症 如果不行我马上做给你看 一般原始点 像这种照热的现象 多数症的不适感 一般经由手法按推 再配合热源 他就自然可以解症 那就更证实了 你看温敷也是用热 也不是用冰敷 这就更可以看出根本就没有 所以我说 那我理论上又写到这么笃定 我常常都希望说 那中医如果对这一点有质疑的话 可以把患者带来 那甚至都可以直播 我们用视频来讲解 这样就知道答案 真相不难探讨的 但很可惜啊 如果我说过 好像也没有中医师 他们只是内心 认为不大可能 应该也还是有寒热 但你的热性体质的患者 真的做 真的是做得出来吗 这个都可以大家来讨论 所以我觉得 中医还是有很多需要改革的 但同样中医很多早期听到我说 没有热性体质 他们可能就因为观念 观念不一样 他们很多就根本就不看原始点 所以这个都在医学上如果要进步 其实应该都敞开心态来 然后大家因为都是要救病人嘛 那这样大家做做看 其实答案很快就清楚了 好这是我蛮多的感慨啦 也有遇到有一些医师 其实他学了原始点 最后还是跟我说 有热性体质 如果这样我也无法再说了 像我今天也把两个 中医最有可能说的热性体质 那也做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这个应该在临床上 大家如果手法到位 官吏也清楚 应该是都可以做得出来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项 过错认过 如衰老是果 疾病也是果 却老病不分 将衰老异常当成疾病本身 无端地使病人变多 这个指的就是西医了 西医用仪器检查 那仪器检查出来的 不管是异常指数或异常形态 它既非症也非状 那既然不是疾病 那所有身体的变化 我们前面有讲嘛 不是属疾病就是属衰老 那你排除了疾病 那当然这些检查 异常指数或异常形态 当然就是属老了 那老了 不不 医疾病不是要致老的 但很可惜的 像这些异常形态 包括癌肿瘤 异常指数 高血压 糖尿病 血糖过高 就被要求要长期吃药 那这些药问题也不一定能解决异常 那吃到一辈子可能都要被药物控制 好 即便异常形态肿瘤 可以借由手术来开刀来解决 但你从果解除 因没有改善 它还会长出来 所以很多肌瘤割了 它隔一年又长出来 甚至长出更大 肿瘤也是一样 为什么割了之后又会复发呢 道理不就是这样 因为它的因没有解决 那你从果下手 自然又长出来 何况这些果有些是不需要治疗 异常形态不一定要治疗 那如果要治疗原始点也可以处理 也不一定要割 还是要找出疾病之一 也就是硬结肿坏肿瘤 除了按推大开关 还要按推患处痛点 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然后配合热源 那就可以解决了 但如果你把衰老当成疾病在医 那所有检查出来的 很多根本都是疾病了 那这样病人自然就变多 所以为什么西医 医院越盖越大 然后医生越来越多 但病人也同样 越来越多疑啊 永远治不完 还有最近的 这些新冠病毒引起的 那很多国家 说医院已经都快 医疗体系都被这些病人追到 整个都快崩溃了 那就以检查出来的病毒 作为诊疗对象才会这样 如果懂就不至于 那后面我们会讲 再把将盐 当作诊疗对象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西医的检查 第一个就是老病不分 那后来还有把盐 也是当作诊疗对象 也是同样 让病人变多的原因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另外倒果为因 也就是检查出来的 不管异常或组织受损 这检查看得到的都是果 我说因是看不到的 譬如体伤 体伤指的是一个 组织器官运作失态的 状 失调的状态 那是照不出来 热能也是照不出来 但你组织器官要运作 当然后面要有一个推动力 我们说这个推动力就是热能 就像电力一样 但是照不出这个热能来 它都是抽象的名词 所以凡你看得到都是出谷 那很可惜的 西常常以检查出来的 当成疾病之因 那这样就会造成 说一个病可能有多种因 因为检查出来有各种现象 也有异常指数 异常形态或组织受损 反正你检查出什么 都有可能是这个疾病 身体疾病的因 那这样就会变成一病多因 或有果生果 这个在疾病以衰老都有说过 我就不再多谈 那在诊断上 细因谈炎 不谈体质差异的因 却谈伤生致病之炎 如细性病毒 可导致疾病而受延伸果 这个就是我前面讲的 那你要得到疾病 不是要看病毒本身 是这些病毒 有没有影响到体伤及热能不足 有才会造成疾病 如果没有 那他也没有病 所以很多为什么感染了新冠病毒 已经确定感染了呈阳性 但患者本身是没有疾病的 所以不要强调这个炎导致疾病 不是的 他还要看你体质有没有造成体伤 所以中医为什么讲 正气足则邪不可干 邪之所咒其气必须 谈的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你要生病一定你有体伤 邪之所咒其气必须 其气必须指的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如果以原始点的角度来解释就是这样 那你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才会导致疾病 那你说感染病毒就会导致疾病 还未必 所以很多感染的确实也没有症状 所以如果你这样笃定的说 以检查出来的细菌病毒当做疾病之因 那这样就会犯了可导致疾病而说延伸过的过失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在治疗上也是一样 气阴谈炎 也就是太强调治疗的功效 如疫苗需要 这个可以预防疗异疾病 但你不谈阴是不对的 真正影响这些疾病的都是阴啊 我们的体质啊 这个在医疗与保健之业 我们也举了很多例子 我这里就不再重复 好我们最后再把最后一段念一下 老师我们时间到了 还是继续还是把最后一段念完 继续把最后一段念完 好 有疾病必有体伤 身体为了自我修复体伤 必会消耗更多热能 故治疗疾病 当从因着手 用住善缘 同时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此外 要发大心大怨 随时观照内心 反省凝察 断住恶缘 如此 则因变果转 治病不难 否则 舍因主果 祸复难料 为智者 明断 好 这里是这一段的结论 所以从因缘果原始点 认为处理疾病一定要强调因 因变果转 治病不难 但是西医大部分是从果下手 如果你舍因 没有真正找到疾病之一 而只有从果下手 那这样可恐怕卧服难料 所以这也是希望读者明辩 选择最好的方法 那从因治病原始点是从因治病 中医大部分是从因治病 那西医很显然 那西医很显然都是从果治病 好 那这一段 因为写的也蛮清楚 我就不再多说 那我们时间也到了 我们今天的讲课就到此为止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张医师 谢谢 好 谢谢 再见咯 下个礼拜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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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